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声乐老师,康老师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新的一个教学系列 也就是声乐难点 这个声乐难点的主题系列呢 最重要是我的在YouTube里面的留言 朋友们大家的留言关于歌唱的问题 还有包括我的学生在教他们的时候 他们运到了一些难题 也包括我在学习声乐当中遇到了一些难点 那我特别是把它提出来 然后做一个播放列表 然后与大家一同来探讨和学习 如果您在唱歌当中也遇到一些问题 那么也欢迎您留言 也让我们共同一起来探讨和学习的地方 还有我在讲这些歌唱问题当中 如果您觉得不够充分的 也欢迎您来留言来补充 好的,那咱们就直接来到我们的声乐难点的第一讲 今天的主题呢 最重要是关于气不够 还有我们的声音虚和发抖 就是你唱歌的时候容易感觉气息不稳定 那遇到这个问题 我们该如何去解决它呢 那首先我们要明白 气息 因为你的气息呢 如果不够 或者说你的声音很虚 那这个当中呢 其实差不多是相同的一个问题 也就是声音发抖也好 你的声音虚也好 还有包括你的气不够 这基本上能归纳在一个气息的问题 那么这个气息的问题呢 我们首先呢 要讲究你的吸气部分 你的吸气的时候呢 你一定要吸到你的横格膜 下面这一节 那为什么会导致我们的气不够呢 在很多时候 其实我们在唱歌过程当中 也不是说 只要你是个健康的人 只要你的说话 你的嗓子声音没有病变的情况当中 其实你的气息是基本上是够用的 基本是够用的 不会存在说 我气太短了 只要你这个人是健康的 你的气其实基本上都会够用的 好 那我们说一下 所以你吸 先说吸气过程当中 你的吸气呢 你可以吸到深一些 在吸气过程当中呢 你尽量是身体去放松它 如果你的身体绷得越紧 你吸气过程当中 其实你 可能你的气吸的都不够 不够深 不够多 包括你放出来 你唱出来的声音 其实我们说气息带动你的声音走 而不是说你的机能 用你的嗓子的机能 或者你的其他部位加紧 能够让这个气持续更长 其实也不是 最重要是气息当中 带着你的声音走 好 那我们这里呢 特别说到 你的气息到底有发力点 在什么地方呢 才会让你的声音 你的气息更够用 而且包括你的声音听过去 感觉有跟的感觉 你的声音为什么会虚呢 你的声音最重要的是 因为没有跟 跟的声音 比如说你一听过去 这个声音就很虚 如果你有跟的声音 这个声音会非常红亮 声音底气也非常足 感觉有个根部在下面的地方一样 好 那刚才我们说到呢 所以你的吸气的地方 你开始之前你要放松 吸得够深 把它吸得再薄一点 吸到你的横个膜的地方 你的腰筋 横个膜这个地方 其实我们在唱歌的时候 最最重要 你的根部的发源 也就是我们一个车子 一部车子当中 它最重要的发力 发动力是它的发动机 那我们这个横格膜呢 就如同这个发动机一样 所以我们最重要的 立足一点 应该是在你的横格膜这个位置 在横格膜这个位置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会用一些练习 来帮助到您 如何解决您的气息 气息的问题 首先第一个呢 我们再就用一个 Do Re Mi Re Do Do Re Mi Re Do 所以你吸气之前 你开始发声 吸气之前要放松 放松身体 可以你尽量放松 或者有一些你可以 把这个肚腹 放在你的 比如说你蜷缩鞋的时候 把你的肚腹 放在你的腿这个地方 完全搭拉下来 就是不要用劲 吸气 你看 吸的时候呢 尽量这样床上 躺在床上一样 躺在床上 就是深呼吸的感觉 吸气 尽量让你的气呢 吸到你这个地方 尽量让它 吸保一些 吸保 那在这个吸保的过程当中呢 你要记得 你的腰筋两侧当中 其实你在吸气过程当中呢 也可以感受到一个 很放松的 是一个放松 就像一个皮球一样 或者是一个气球 它吸的时候 它是一个扩张 一个自然的扩张当中 旁边 你吸的声量 记得你的声音出来的时候 千万不要用嗓子去加它 比如说 你听过去 你自己听到声音很大 其实这个是用肌肉 加出的声音 但是不是真正的通过气 其实你的气应该是 打在这样的气息当中 然后把这个气呢 声音带着气息走 当你这样的声音出来的时候呢 你会感觉到 之前我的气息很不够 你这样去走的时候呢 其实你的气息基本上 就要正常的健康的人 他的气息都可以放得更长 他吸的更满一点 是这样 那么还有包括你的声音 你的声音呢 因为如果是打在这个气上的话 打在这个气息呢 你也不会存在 你的气息是虚的 气息你很虚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声音 没有打在这个横格膜 没有在这个气上 它变成 你看没有 感觉这个地方 你的横格膜完全使不上劲 对不对 所以你使劲的时候开始呢 要记住切记不是从这里 也不是从你的胸声 最重要是在你的横格膜 你看 你就感受到 这个气的时候 是完完全全拖住这个声音 千万不要是机能 其他都是放松的 还有包括你的胸腔 当你的声音啊 很虚或者很窄的时候 其实你的胸声 可能这块是加紧了 一定记得是放松 当你在横格膜当中 你要记得 你可以开始的时候 你觉得感觉 这个地方用的不是特别是伤劲 你这时候把你的手放在这个地方 你吸气 一吸气打开的时候是放松 你的腔体是放松 对不对 然后在吸的过程当中 你就感受到自然的扩张 你这个横格膜扩张出去之后 它自然一种反应 然后保持 hold住 架住它 然后再出声音 记得声音已经放在气息当中 顺着这个气息出来 当你顺着气息出来的时候 你会非常节约你的力量 节约你的气息 好的 刚才这个问题关于你的气不够 包括你的声音虚 还有就是你的声音发抖 声音发抖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其实也是你的横格膜 这个地方的控制 你说你的声音发抖 可能也用了一些气息 但是你不能够驾驭它 你看 你看 回到声音抖当中 你的根部 根部因为就是 而且还需要多探镜 探镜意思是说 你当眉声 阿的时候 这就像我们说的侯位 阿 然后你下面这个探镜 应该顺着 方向都是往下 当你这个顺下的探镜 你的口型 你的阿口型 也是保持这个喉味的打开 一吸开 下面这个地方就开始气息往下 当你这样练习的时候一定建立在横格膜气息上 然后多探 然后尽量去放松 是放松 当然横格膜是不能放松 除此以外 其他的 你看这块部分 放松 胸腔放松 多探镜 多练下这个阿 多放松一些 那你的气息呢 你会感受到越来越在这横格膜当中 发力一点 然后呢 你的声音会越来越厚实 尽量多练一点中低音 不要老是想着太高的音 在你的中低音 在你的力所能积 而在你的最好的一个音色当中 你多去这样练习你的气息 反复这样练习 那你这样的时候呢 你也可以把你的气息 会发觉越控制越好 也还有就是 加上我们之前的练习 有说过 发丝 不论长丝 还是短丝 也是让你这一块横格膜 有这个机能的控制力量 还有呢 这是我们的打都 你打都能够上下左右摇晃 那这样的话 你的说明 你的身体是在放松 然后是在建立在横格膜的气息 那这些呢 一个丝 一个打都 再加上你的脸 那这样的话 我相信可以帮助到你的 这个气息的顺畅 稳定 还把我声音 不会发虚 这个声音也不会发抖了 好的 那今天呢 这个歌唱难点呢 声乐难点 我们就第一讲 讲到这里 也谢谢您的观看 如果您喜欢我的教学视频 也欢迎您点赞及分享 如果您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呢 也欢迎您点击订阅 并且打开小铃铛 那这样就不会错过 我们接下来的精彩的内容了 我们期待下一讲再见 好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